哈囉哈囉我是慕妮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摩尔莊園的設定 首先進來看到畫面怎麼什麼中文字都沒顯示對不對 很麻煩看不懂 請你幫我點左上角 你的頭像點進去 底下呢左下角有個便捷幫我按下去 有沒有 畫面中文字都出來了 而且喔 這個畫面是比較方便的 比起剛剛的那個介面啊 這個呢是我覺得用下來好用 推薦給所有新手 不管你新老手 我相信應該大部分人都喜歡這個 因為你如果用原本的這個精簡模式 很多東西他都藏在這裡面 變成很麻煩你知道嗎 你要點頭像然後又要再點過來 點兩次 那如果你用便捷的話你點一次就好了 是不是很方便 接著呢 第二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摩尔莊園 他的玩法到底是怎樣 玩法就是我們左邊有個主線支線日常 主線呢大部分都是跑劇情 然後每天會有限制進度 例如說你第一天玩他可能進度就到哪邊啊 第二天就到哪邊這樣類似 那支線基本上就是升級你一些農具 什麼是農具到時候啊木尼會額外再做一篇 這邊就簡單介紹一下就是農具就像底下這邊 你可以收菜啊 批田啊那些的 可以砍柴那些的 支線大部分都是升級這種東西 接著日常 這個SNC 看不懂對不對 什麼是SNC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職業等級 喔 這裡 SNC就是來解這個 增加職業等級 因為摩尔莊園 你的角色等級跟職業等級是分開的 左上角看到什麼 YT慕尼28階 這個是我的角色等級 那SNC怎麼看 右上角有沒有 數過來第四個 SNC點進去 這個啊就是你的 SNC等級 剛剛我們看到的SNC就是在升級這個 目前遊戲中有農場主 廚師 還有這個勤務員的記者 向導 一個是經營者 一個是勤務員 那這是四種不同的等級 那這個東西你還可以領個工資 你知道嗎 還可以有這個摩爾豆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SNC的玩法 所以你應該已經了解主線支線日常 到底在幹嘛 那接著 就來介紹一下這個車子 雖然你在點任務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要解一個任務 叫做 前往摩爾城堡 對不對 我就點下去 好角色是幫我自動切車子 好對不對 切過去 就這樣抵達這摩爾城堡 好那我再按一下就會停 好那如果你車子啊 有第二台怎麼換 請你幫我點背包旁邊的這箭頭 因為你現在還是屬於這個農夫的階段 那你就要把它左邊切過去 這時候呢 你才有個裝扮顯示出來 才看得到對話框那些喔 幫我點裝扮 然後再點載具 最下面的載具 如果你有別台車子 你就可以從這邊這樣切換 點一下就會切換成這個了 好那我們再按右上角插插 有沒有這時候我們的載具就切換成第二台了 那通常如果你是 不會玩家的話 你就會只會有一開始的那個 滑板車 那這就是我們車子的切換 這樣大家了解了吧 接下來我要教各位 這個地圖 很多人不會用地圖 不知道地圖到底是幹嘛的 告訴你 地圖就在我們右上角 很多人說什麼 要去什麼雪山 釣 白白金 什麼 家裡釣 河童 到底要怎麼用呢 雪山就是我們的摩爾拉雅 那這個 你只要點擊上面 它就會把你引導過去 你看我現在如果點這個摩爾拉雅 它就會這樣走過去 一直走過去 但是我沒有要過去 我只是告訴大家怎麼用 那這地圖不是單單只有這個東西 這麼簡單 有沒有注意到左邊 像慕尼這個家園底下的情色 它是不是一直在驚嘆號一直在閃 或是觸碰一驚嘆號一直在閃 餐廳也在閃嗎 這到底什麼意思 這就代表你那邊 有事情可以做了 像我現在如果回餐廳 好點進去 它直接幫我傳送到餐廳 我不用在那邊 又要走到城鎮 又要進餐廳 那麼麻煩 所以各位 一定要會用地圖 絕對要會用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你會浪費超多時間 你看因為我的餐廳這邊 已經有東西可以領取了 我的燒烤拉姆菇 已經可以領取了 所以這裡就會提示我 你看我這樣 010010 好我們再點回去地圖 你看 這時候我的餐廳這邊是消失了 那情色跟觸碰 雖然我剛剛沒有去 可是我剛剛已經有看到了 所以我這時候也要記得 我的觸碰剛剛已經好了 那我就點進去 這樣會飛到觸碰 比起說你回到家園 然後又找到觸碰 省超多時間的 請大家一定要學會 那回到觸碰呢 你就是看看 你家的寵物是不是 有什麼東西 可以做了 像這個牛 可能可以擠奶了 你就這樣點它一下 噗噗噗噗噗噗 有沒有就擠了一瓶牛奶 大概是這種玩法 那到時候我會再詳細講 那這邊就只是簡單先介紹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地圖的使用 那接著呢 我們回到 回到我家好了 回到我家 我看 點右下角嘛 反正就切一切 有個這個家園 我們就進去家園 慕尼家 教大家怎麼釣魚啊 之後也會有比較詳細的啦 但因為這個算是比較新手篇 讓大家先有個初步認識 因為你們才剛玩嗎 不太懂 那我現在回到家園之後 往左邊 我家在左邊啦 因為慕尼有鄰居 所以家裡有前面這塊地 好不好 那我現在就走走走走走 欸家裡到底哪裡釣魚 一直走走走走走 每個人的家裡 固定都是在這邊釣魚 都在這裡 那右邊這個叫做特產 每個人都不一樣喔 有些人家裡是 什麼大雜蟹啊 什麼小龍蝦 很多還有金鯉啊 金魚那些的 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 你要釣魚的話 你要有魚餓 魚餓在這邊 一開始他都會送 這個遊戲魚餓有三種 初、中、高 初級、中級、高級都可以釣魚 另外一種特別的在商城 商城有一個叫做魚網的 到時候我會再特別介紹給大家 商城 禮包 然後金豆 這邊有個金豆魚網 80金豆 80金豆就在這邊 左邊這個 這就叫金豆 右邊叫摩爾豆 OK 那這就是我魚網 一樣也是在這邊使用這個方式 那如果你要切換魚餓的話 你就點這個魚餓 底下就可以切換 還蠻簡單的吧 那這邊木銀就稍微釣個兩竿給各位看 要怎麼釣 你先點一次 當你有這個魚餓之後 請你點一下 到這邊有人說 你還沒有講什麼初級、中級、高級魚餓怎麼買 沒關係 我現在跟你講好不好 右上角店鋪 點店鋪 有個眉生種子商店 點進去 再點工具 往這邊拉 有沒有看到 初級魚餓、中級魚餓 你這邊要買幾個都可以 好像每天是限制不知道多少 還是你沒錢就不行 你們就買一下 我忘記這邊有沒有限制次數了 應該是沒有 就是你有錢就一直買一次買 好 你有了魚餓之後 就像剛剛一樣 這邊可以做切換 那我先用中級魚餓釣一下 先點你的魚餓 點下去 你的角色就會開始甩乾 甩乾之後 等一下上面會出現驚嘆號 你看我名字上面 驚嘆號 點第一下 點第一下 但你的魚走進去對不對 走進去了 點第二下 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我再示範一次好不好 可能剛剛有人沒看清楚 你現在呢 我們重新來過 走到這邊 欸我要釣魚 然後點你的這個 像是 蚯蚓嗎 點下去 等後你的驚嘆號再按第一次喔 第一次 然後等到進到綠框再按第二次 成功釣起來 有沒有你看我還釣到我家特產 像你左上邊 有個寫特產對不對 這就是你家的 每個人家不一樣 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旁邊有個未鑑定的古董 這怎麼用 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右上角墊鋪 然後往下滑 有個叫大力寶藏格 有個叫做鑑定儀的 最下面 點這個未鑑定的古董 然後這樣把它拉到最大 就可以鑑定 按鑑定 你就獲得一個碼 一些材料 有時候也會獲得到這些碎片 好啦 那今天呢就是這個 新手簡單介紹給各位啦 就是一些比較常問的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啦 當然我可能會再整理成一集 分享給其他新手 有什麼不太了解的事情 再拍給大家看囉 那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我是慕尼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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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